拿着处方间到药局领药 却没办法领 因为药师在处方间上 标注不能用同成分的药物替代 为了避免患者四处奔破领药 肩膀署规划 从10月起 牙医师开药 如果注明不可替代 必须说明原因 没有说明就视为可以替代 比如说有癌症的患者 他在做一些手术 他可能他必须要用他的这个 指定这个药 所以医院的部分可能就 可能现在目前还没办法去 做这样的更换 然后那个诊手大部分 大概都是一些消炎止痛的 比较可以有替代的 效果一样我是不会差 没差 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我有碰过这种长辈 如果医生跟他换药 他会觉得很 会有抗击的作用 行至上路长期服用 固定药物的慢性病患者 能不能接受恐怕也是问题 不光是这样第二阶段 4月上路 到牙医诊所拿药 不会出现药品名 只剩成分名 主方上能够更有弹性 那从来也可以提高民众 那个医嘱的遵从性 而且呢也可以减少中断服药 对民众所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 所以呢我们大概初期 会在全国的大概有6900家的 洋瘾诊所这边来先行来示范 健保署表示 主方间变革 希望改变民众观念 减少健康风险 治愈医院诊所 是否比照办理 还要看成效 再决定 民事新闻 这么倒 Covid-19来势汹汹 民事新闻为您提供 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50 自选20 加入民事新闻台